郭老师这样的患者您在临床上遇到的多吗 肝肾阴虚的患者临床我见的也不少 比如说前一阵来个老太太治疗血压高 脚就像踩棉花套似的脚没根 我过来来看病了我就慢慢走 我就怕我跌脚 一伸舌头 你都猜不出来 70岁老太太 瘦尖舌通红 舌上的舌苔特别少 少胎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肝肾阴虚的表现 我就问他我浩浩脉 看看舌脉像是细而硕的脉像 我说那老太太你这个后半夜总抽筋不啊 身上啊 他说哎呦 天天后半夜抽筋啊 抽的有的时候自己把不住 我得让我老头给我拽着 这脚你一个人你拔不住 他他只这么往里抽啊 肝肾阴虚 阴虚的话呢 不能乳氧 筋脉 筋脉居乱呢 这是一种情况 肝肾阴虚的表现呢 也是很广泛的啊 还可能出现呢 皮肤干燥 情绪急躁 大便肝结 疲乏无力啊 然后呢 还会出现头昏脑胀热上来了 还会出现呢 眼睛干舌 哎 另外这样的人吧 绝大多数是属于比较消瘦的人 我们经常说 瘦人多火 这个火就是阴虚内热 导致的火 哎 另外呢 还可能出现阴夜亏虚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人的皮肤 感召皮肤不是太好 好